我要成功,一定要成功,一定能成功 到现在还有啊,这些人 包括之前那些所谓成功学,激励学,理智,我要自信,要怎么样,掌口大声说出来 就这一套,有几个成功了,你不要说这些人,历史上你随便去找 你说谁成功,秦始皇成功了吗 你说哪个伟大的皇帝,宰相,军师 武将成功了吗 就那一阵,那一个阶段 一个朝代,他的制度再好 慢慢的,就不适用了,很奇怪 人心会变,事物会冷 事物也会有他生锈的 粮食有吃完的 就是你只能再重 再重它长出来就不一样 这个成功跟失败,其实跟这个好坏一样 能本无所谓成功 只是在当时这个阶段 有的时候 你调整的比较好 你调整的比较好 跟这个外部环境 融的比较好 配合,这个时候就融进去 这就是道 你这个之所先后 轻重缓急 得失进退存亡 把握得很好 两难兼顾 完事都是两难 要兼顾考虑 最后选择一个合理的方案 成功 一时的 失败也是一时的 他总是这样动 那不动的新天图一样 那就是死 你说谁一直往上说 一直往上 你升到最后 他也老了 他也掉下来 什么也太不错 所以这个 这个心 这个想法 不要再有 你就向道了 至少在这个观点上 已经得到了 尤其说是凡是两极 要么这样 要么这样 很少的时候 是这样 有没有有 一旦这样 就伤 这个这个 伤第一千 子孙马尾 那种做决策的人 最高层 那是很 有心狠 为了大学 他就要牺牲 你看楚文亮当时 刘备就这个军团 多爱将 爱民如此 爱兵 更如此 但是他就要牺牲很多人 而且最后 那难免有杀戮过重的事 那因为你是在这个职位 那你要干这个工作 你这个大的事情 他就要把很多东西都用 忽视 省略掉 所以说 当有这个观念的时候 你就不再想这些问题 你做好眼前的事情 工作 打理好生活 周边的人 摆平 安得下内心 不再忐忑不安 这个此刻你就是成功 那有些人就是那一刻 人一生虽然你不练什么功 有些时候你是平衡的 那一瞬间 你要找出这种状态 这个就好 就对了 欢迎亲手王希特勒 我们的乐观